22号深夜11点多 吉安乡发生一起飞车枪击案 两派人马疑似早有恩怨 从花莲市一路追到吉安乡 过程中开了好几枪 一名朱姓男子被子弹击中头部 在紧急送医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警方落叶蓝茶已经逮捕九名嫌犯 而主嫌温姓男子则还在逃 警方正全力追起 警方拉起封锁线 对着黑色轿车进行踩正 22号深夜11点多 吉安乡发生一起飞车枪击案 疑似早有恩怨 20岁的朱姓男子带了三名友人 到24岁温姓男子住家附近埋伏 一看到轿车现身随即展开追逐 温姓男子不甘示弱 打电话给朋友求救 另外5人加入战局持枪反追 从花莲市一路追到吉安乡 沿路开了好几枪 他车子先从这边过来 那时候我们刚好听到那个枪声 几下 七八升吧 我出来的时候 人都躺出来了 那个人就已经 没有意思了 因为那颗子弹 撞到他的头 朱姓男子昨天夹被子弹击中 松衣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快他尽力展开围捕 陆续带回九人到案 并持续追查温姓男子的行机 及枪之下落 那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锁定患难的车辆 及对象 那现场有踩得七颗弹壳 宋燕比对 在朱然车上 取货开山刀 辣椒枪等证物 现场带回 朱然同车三名男子 请问 两个小时后 警方拦截围捕 行线查获 另案 五名涉案男子 前案 依杀人 枪炮 击中斗殴等罪嫌 移众侦办 并且持续 追弃 祖嫌 及枪之下落 两派人马 供称是早有嫌隙 但真正的方案动机 还是得再深入调查 记者 许立琴 简安相报导